五男四女 荒岛求生 只有沛队成功才能去天堂度假 片名更奇葩 名叫单身级地狱 首先九个嘉宾不论男女 人均腹肌骂甲线 即便流落荒岛 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也是健身 沙滩上一群帅哥亮妹在运动 而霞叔只能拍拍肚皮 人和人的差距太大了 再说女嘉宾的类型 清纯可爱的甜妹 开朗活泼的运动达人 身材傲人的辣妹 甚至节目组还藏了一个王炸 超人气网红宋芝雅 别的小姐姐出场都是温柔甜美 略带羞涩 可到了芝雅这儿 BGM都变了 精致的妆容加一身香奈尔连衣裙 眼神中带着三分绩效 三分薄粮和四分漫不经心 果然姐就是女王 芝雅一登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所有人都盯着她 说她又辣又高冷 可芝雅却说 我从生命中最轻轻的 我最轻轻的 我最轻轻的 毕竟私底下 她都是这样 这样 以及这样的 芝雅非常清楚自己的美丽 一登场就放话说 我从来的女人来说 我最轻轻的 我最轻轻的 事实证明她做到了 五个男嘉宾里有三个给她写情书 其中有两个 白天还说自己喜欢青春挂的女医 新自然 哦 真白淀 真白淀 真真白淀 我是蛻皮疙人的 这样的皮疙人 邪头就怕怕打脸 果然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 更要命的是 芝芽看着高冷 其实性格超好 做饭时主动帮忙 搞得腼腆难以全程不敢直视 结南四被烫伤也会温柔关心 咱还在纠结到底选南一还是南四 结果这姐直接来了句 这些性格是没了 这些性格是没了